Hello, 今次就帶大家去 Can 玩一下 究竟在哪裏有美麗的地方介紹給大家 如果你們喜歡看一些歷史的東西 我就介紹大家去 Canterbury 中文就叫做 肯德伯利 你們來 Canterbury 一定要去 West Gate Garden 走 因為它就是在河仔上面 你們可以坐下船仔 這裡是很美的 另外你們可以在 High Street 上面 看到這間很舊的圖書館 也可以看到一些很舊的建築 例如一些城牆 河仔、坐下船仔 這就是其中的橫街 HIGH STREET 的一條橫街 這就是很出名的 Canterbury Cathedral 大教堂 這裡在 Can University 讀書 而他們畢業和 Christchurch 畢業的 他們大部分都會在 Canterbury Cathedral 大教堂 進行畢業禮 在 Canterbury 來說 有三間大學 一間叫 University of Kent 另一間叫 Christchurch 還有一間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們以為只有兩間大學 在 Canterbury 大教堂 其實還有一間 叫做 University Creative of Art 它是比較小小小小的 這就是教堂裡面 除了 Canterbury 大教堂之外 你們也可以去一下 Dover White Cliff 去完 Canterbury 然後你們就可以過來這裡 你們可以走到山上 做運動 看著海 對面海就是法國的 如果這兩個地方你們都去過 那你們也可以去試一下這邊 在 Bostelle 這裡 有一個叫做 Bontane Bay 這裡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圖片 它就是這樣的 這裡拍照一流 不過有時候就很大風 所以近海的地方 風就真的比較厲害很多 除了去這個 Bontane Bay之外 這一邊沿海也很漂亮 你們可以看一下 去這個叫做 Wamske 前面的Seafront 或者去Bostelle這個沙灘 大家就說 我都不想去這裡 如果在八月份 這個地方 我們就叫Vistable 這個浴市場的前面 每年的八月份 它就有一個叫做 Oyster Festival 就是這裡 因為它這裡是一個 生蠔的養殖場 沿著這一帶 都很漂亮 很多海灘 你說我去到 Dover 我一天去完 Canterbury 那如果我除了 那在 Dover這一邊 裡面有個位置 接著這裡 差不多 Eltem 就有個地方叫做 Temple Elving 它也是很漂亮 可以帶小朋友去撩下魚仔 因為它有個Pom 而接著這邊 Binderton 這邊 就有個Vinya 在這裡 你們也可以去這裡 看看那些啤酒 那些啤酒 這裡是有的 另外如果想走 再有大自然的 可以過來 Seven Oak 這邊 Seven Oak 這裡附近有個叫做 Node Park 可以看這些鹿 但不要餵它 不要像去到日本 這個Oksaka那邊 餵鹿 盡量不要餵鹿 這裡是比較大自然的 它們以整群整群 很可愛的鹿 你們可以去這裡 看看 看完鹿 我都挺建議 大家順便去旁邊的Hulk Farm 這裡有個Lavada Farm 不過要看季節 應該就是6月尾 7月頭左右 就是季節 如果它過了 就去榨蘋果 這是一個Farm 講完海灘 看Cafficio 走山 看看洋酒 去Vinia 或者去玩鹿 其實這一帶附近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去玩 不得不提的 當然是Maze Stone裡面的Lise Castle Lise Castle 大家有時間都可以去看一下 是否很漂亮呢 這樣看下去 楊兒羅宗謙都特意在這裡拍婚紗照 這個Lise Castle 除了這裡 它旁邊後面有個Maze 有個迷宮玩一下 也有些玩麻鷹的表演 這個就是要給入場費 剛才說的地方 全部都不用給入場費 除了你要去大教堂 Cafficio裡面 但是Cafficio每天 如果沒有記錯 它是過了五點半 至六點鐘 你們就可以免費走進去 如果你是睡覺 你們可以進去聽聽 他們是有Quiet 除了在這邊玩 還有一個很方便的 就是去歐洲自駕遊 你們可以連同車 坐著的船 大概兩個多鐘 就可以去到Carray 又或者坐這條線 又遠一點 就去到Dunkirk這邊 Dunkirk這邊 就是近Belgium 比利時 荷蘭這邊 船來說 也比較少 沒有去Carray那麼多 你說坐船這麼久 那有沒有第二個方法 快點 其實是有的 你們可以開一輛車 來到Foxstone 然後連同車 連同人 坐火車 就經這個叫做 英法海底隧道 叫做Lachette 大約45分鐘 就去到Carray 之後你就向法國出發 去歐洲那邊出發 如果我說我又不開車 我不懂得開車 我想舒服點 我想過歐洲 而不是坐飛機 去法國 荷蘭比利時 我想坐火車 不一定要去到倫敦 如果你住在Carray 不一定要去到倫敦 這個聖帆克斯 坐火車 在Carray 裡面就有兩個火車站 可以坐Eurostar 歐洲之星 直接去法國 或者比利時 如果要荷蘭的 就要再轉車了 因為阿姆斯特丹 也出了 由聖帆克斯 直接坐火車 去到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 在阿姆斯特丹 有一個叫阿姆斯特丹 有一個叫阿姆斯特丹 和比利時 德國 說完Carray 去玩的地方 當然是不得不提 去逛街的地方 這個 Bullwater Shopping Centre 以前 是堪稱 全歐洲最大的 購物店 現在還是問 我就沒有什麼去研究 但我很喜歡 去這裡逛街 因為它一來是 排車又方便 不用錢 另外就是 它是一個 三角形的設計 所以不會說 是人壯人 我就比較喜歡 行這個Bullwater 多過去Stratford 的Westfield 除了在這裡逛街之外 在Cairn 裡面也有一個 Outlet 就是在這個 阿姆斯特丹 它就是一個 叫做Designer Outlet 它現在 去年開始 已經增加了 已經多了很多店 但都未開完 所以如果大家 住在Cairn 又或者 來英國玩的朋友 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剛才介紹的地方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 分享了 Cairn 有什麼地方 好玩 其實不止那麼少 我只不過是 大概的 這是其中英國 一個美麗的地方 英國就有很多 很美麗的地方 去玩 這次就和大家 介紹著 這麼多 如果喜歡的 給個Like Share 記得Subscribe 還有按下個鐘仔 Thank you 拜拜